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汽车骑士当时位在外侧车道停顿了一下 便催下油门往左侧回转 结果下一秒 直接与后方一面而来的公车发生碰撞 事发在嘉义县家谱公路上 1号早上快8点左右 一名骑士疑似遭到前方车辆挡住视线 没有注意到对上的公车 才会在回转的时候遭到公车撞伤 但您听段稍早访问 伤者一名女性年约25岁 肢体擦伤意识清楚 给予相关急救组织 有水上救车送往嘉义厂跟医院救治 当时公车上除了驾驶一人之外 还载有10名的乘客 虽然大家都受到了不少的惊吓 但幸好没有人受伤 而下一班公车也很快的来到现场 接送乘客 受伤的机车女骑士 头部外伤脸部也有撕裂伤 还好已是清楚 送往嘉义厂跟医院救治后 没有大碍 而整体事故原因 还有在警方调查厘清